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9月6号下午的4点15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越秀区的海珠南路这里 前方骑走可以走到广州的逐渐边 这边骑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 这边骑走可以走到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 带大家观察这一边吧 因为上个视频带大家看了这个骑走路的现状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上个视频 所以他接着看这边的街头现状 黑人 开着电车的黑人 这些黑人的话算是完全融入了广州 可能他们还会说广州话 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海卫城 这边是各种的一些玩具什么的 因为这一代的话就是广州最大的 海卫城 以及玩具城 看出一面 很多一些卖海味的 还有就是今天广州的温度啊 好凉爽啊 因为赶下来雨 现在走在路上 温度假上有风 所以特别的凉爽 特别的舒服 看到没有 这里的店都是各种的海味店 这什么 鱼标吗 中安虾 鱼缸 打拌好的一些海味 鱼缸 咬住 鲍鱼缸 咬住缸 准备打拌 拌货 你看到这里的一些 生意还比较繁忙吧 说明海味还是挺多人喜欢的 不过对于海味 我更加喜欢吃新鲜的海鲜吧 因为新鲜才够鲜 如果是单纯海味的话 虽然有海鲜的味道 不够 不够鲜 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 路脸盘都是各种的海味店 看到没 这一袋吧 这一袋发延一公里 都是各种的海味 不过海味先对新鲜的海鲜来说 应该海味 便宜一点吧 因为海味怎么说都不是新鲜的 可以存放很久吧 各种的小虾米 我走在这里啊 就好像韭菜 海鲜西场一样 特别大的鱼腥味 前方就是广州的租间了 大家走过去看一下吧 现在走出这边是挺舒服的 出出间风 这树这么大 不过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些街景啊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刚才全部是广州的传统建 传统建筑7楼 我这边可以看到 都是各种的高楼大厦 要不就是一些 偶式建筑 因为在前方的不远处 就是广州的租间场地了 租间场地的话 在过去啊 算得上是 上海的外汤吧 这上方的话有着很多一些 欧式建筑 这些建筑的行程 跟现在的上海外汤啊 差不多的 不是当时的居民者 在这里留下来的 不是当时的 没有紧张的 是 哇 可以看到现在 周圈面上浪挺大的 说明这个风挺大的 还有人在钓鱼 如果白天在逛街边逛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钓鱼 现在只看到一个 像那一边吧 应该有很多人在钓鱼 在这里都看不到广州塔了 在机前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 这就是广州塔了 不过塔竟然被云挡住了 受台风影响 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吧 应该广州都会下雨 可以看到 其实起客周圈边逛街的人 会多少吧 如果到了傍晚时间 这里的话很多人在夜跑 很多人在出来休闲散步什么的 前方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码头 不过这个码头啊 不是广州有名的 广州有名的码头就是天智码头 也就是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选逐渐夜游的码头 选逐渐夜游就要到那个码头去游 时间对比较好一点吧 因为那个码头的路线 可以说是最佳的 好了 游逸时长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